以前在關禁壁嘛 不是就有人送進來嗎 送進來我就會去接啊 接了然後就說你們是犯什麼罪啊 三個不敢講話這樣 我說你們到底犯什麼罪嗎 我們 我們把槍燒掉了 為什麼 你為什麼燒掉 因為那三個是守海防 然後呢 因為我們的槍 跟我們現在這種這些槍不一樣 我們的塑膠很多 那有一天他們在巡邏 就是巡行巡 太冷了 因為海邊很冷 他們就說就很天兵啊 就跑到那個防風裡就說 那我們生個火嘛 生個火是不是比較溫暖 三個就挖一個洞 生個火 那他們也很厲害 那個槍不能掉喔 他們還記得 槍不能掉 那我們把槍架在那火旁邊 對 這樣很亮 不會看 他們就很冷很冷就睡著了 然後睡著了 再來風吹 那三把槍就 倒在火堆裡面 三人醒了 三人醒了 他們的槍 只剩下鐵的部分 手腳全部燒了 這...這後來要回到部隊就... 然後臉上看到 哇耶 揮起來 我進這個部隊的時候 是比小康晚的 我進去的時候呢 那個...應該是主任嘛 就把我叫去 我就覺得奇怪了 我一個新兵 一個菜鳥 主任叫我去幹什麼呢 然後是警告我 你們學校是不是有個叫陀宗康的 你認識小康的 不好是 他跟我非常熟 他在這邊表現得非常爛 還沒有關緊閉 你跟我小心一點 你過關一下沒什麼好東西 這個在現場 有關過緊閉的請舉手 超過一個禮拜的請舉手 超過兩個禮拜的請舉手 半個月的請舉手 你捧我什麼老公子關那麼久啊 他本來要派出法啦 小辣 對 國家的需要 我就離開部隊去資源拍戲 那很好啊 拍軍教片 其實他叫我11月1號去哪裡報到我 但他沒有叫我幾月幾號回去報到 沒有叫我回部隊 我就繼續跟他聊個地址 然後直到我哥哥來通訓 事情鬧大 部隊打電話叫我去 我還去剃一個很短的頭髮 那回去就 好 同樣回來了 關起來 關起來 一句第一件事 就先把你的階級拔掉 這就拔掉了 拔掉之後呢 就叫你把皮帶拿下來 皮帶 就跟那個 鞋帶拿著 你身上襪子要脫掉 所以你身上就沒有任何是 條狀物 我記得一進去 他們就問我說 你要現在吐還是 吃完飯再吐 這裡有酒喝嗎 為什麼 請問一下現在吐跟 吃完飯吐有什麼差別 你現在吐可能吐的是胃液 那你吃完飯吐可能什麼都吐出來 我說那我現在吐好了 那我要做什麼 他就說就做超體能 然後一開始就 伏地震一百下 然後交互燈跳一百下 仰火起座一百下 然後再跑步 他們跑步不是算距離的 因為裡面不能出去啊 他就這邊擺一個板凳 然後那邊擺一個板凳 來回跑 他就跟你講 就這樣繞圈子跑 不知道要跑多久 你先跑四十分鐘看看 就跑 一直跑 四十分鐘這樣 一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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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完當然就這樣 伏地震一聲是做到 我那時候體力大概做到 伏地震一聲做到六十幾下 其實不能動 算了 算了 起來起來 做交互燈跳 你知道交互燈跳到三十下的時候 已經變這樣 已經這樣 然後最後仰火起座還好一點 仰火起座也是做個六七十下 這邊一電 不行 然後就吐啊 就吐吐 那個前面的牆壁有沒有 這樣站 這樣一盆 然後再休息的時候 已經準備吃飯了 就是整個早上都在面壁 我那時候面壁面得過癮 各種電影都想一遍 那個電影是這樣演的 然後再休息的時候 然後整個早上都在面壁 什麼事都想就對了 痛苦的也想 快樂的也想 就是那個面壁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面壁思過 真的很有效 因為你把你所有事情都要想一遍 你太無聊了嘛 牆壁就這麼近 那是滿痛苦的 然後你面之間還有競爭 那個裡面是不成功規定 譬如說你剛進來做體能 那班長會喊嘛 那喊到八十幾下 進來都不行 可是他就會一直重複那個數字 譬如說做到八十四下 有人做不起來就八十四 八十四 那我們在做就 就一直在八十四 八十四 八十四 你們就扁了 你們就扁了 人跟人就互扁了 那軍官也不會講話 軍官就在那邊 八十四 八十 八三 八三 我倒對 他一直扁啊 是這樣啊